開始 其實最關鍵的八入四 因為入了頭四之後 我們是雙貴軍的 所以其實最大的心理關口 都是八強的時候 其實沒有想過 個分數可以禁鬆的 我想大家都 心裏面準備是很近的一個比賽 因為其實我們 整個女配比賽來說 其實排位一到五的都很近 所以我們抽籤之後 對到哈薩克相對上都有點緊張 當然了 上到場的時候 哈薩克頭兩個球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球輸了五比零 所以他們的分數一直都落後著來打 對於我們來說 心裏面舒服 這時候打得都好些 好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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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捨得的 除了 當然來入場支持我們的朋友 因為很少可以有這麼多 香港 講廣東話的朋友來支持我們 另外第二 最不捨得是那些隊友 因為很少可以 很久沒有跟他們打比賽 真的很懷念 這種感覺 四個一條心去完成一個目標 我家人很少看我打比賽 我媽媽去年是第一次看我打比賽 我打了11年劍 我爸爸是沒看過 我弟弟都沒看過 同學 只聽過我在香港打比賽 但都沒看過我打比賽 所以香港 平時搞香港Open 自己人打自己人都沒什麼好看 但是如果在香港搞亞洲比賽 看著香港作為一個團體 去對抗外地不同的隊伍 那我想意義是大很多 我都覺得今年的亞錦斯 是搞得非常之好的 無論在場地 或者進來打氣的朋友 跟其他國家的亞錦比 其實我們的人是非常之熱情 也都很踴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相信 我相信 亞洲這麼多地方的人 都應該挺滿意我們 舉辦這個亞洲比賽 所以我都希望 將來他們會搞第二次 是非常之密 谢谢观看